現在很多人喜歡在網路上 這個寫自己的家庭生活 還有跟孩子的相處 那尤其是抱怨文特別有人看 我們奇怪 看人家搬消息 還是不爽 我們就覺得很好 看人家看好消息 我們都不想看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別人教養上的困境 然後最近有一個人叫酪梨壽司 他在臉書上寫自己的小孩 那請教這個法老王 酪梨壽司寫了什麼 那他在網路上面 他是寫說他跟小孩吵架 就跟他好像是老二吵架 然後吵架之後呢 因為老二大概才過小三 小四左右 那年紀還很小 然後他就吵架之後 就是開始瘋狂地對他攻擊 怎麼攻擊 就是 誰攻擊誰 就是小孩攻擊媽媽 酪梨壽司 然後就是什麼 就是很好笑的攻擊 譬如說他在廁所 他拼命在那邊敲門 或者是說就是滿頭大汗 弄得髒稀稀的 然後去抱他用汗水攻擊 然後就是一直讓他很煩很煩很煩 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他 故意激怒媽媽 故意激怒媽媽 就是很明顯 因為因為他想要小孩 想要打球 想要打籃球 然後媽媽就說 你要先寫完 寫完功課 怎樣 功課你才可以去打球 是 對 他就生氣了 就暴怒 然後就開始用這種 可愛攻擊 屁孩攻擊方式 然後就是讓媽媽就是那種不堪其勞 後來他自己 其實他自己也爆氣了 誰爆氣 洛梨壽司 他自己也爆氣 因為太煩了 就是整天一直來一直來 一直來 然後他就跟他老公求救 結果他老公 他老公就打電話給他爸 然後叫他爸把他帶走 就叫那個洛梨壽司的爸爸把洛梨壽司帶走 叫岳父啦 岳父 叫他岳父把他帶走 然後洛梨壽司就覺得很委屈 這房子是我的 這是我買的 憑什麼你在那邊鬧 是我走 為什麼不是你走 為什麼不是小孩走 然後他在那邊寫這些 然後大家就說真的我看完 我是覺得 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這有點蠻紓壓的這樣 這個小孩也真的是很厲害 很有創意 那網友有什麼思議 對 因為他抱怨說 這房子是我買的 憑什麼是我走 對 我相信他講這句話 就是寫這個的時候 應該是有一點虧諧 這樣子 可是網友看了就覺得 你這個房子不就是你靠 就是寫你小孩的事情 然後當網紅什麼賺到錢 然後才買到房子的 沒有這個小孩 你有辦法這樣寫文章嗎 對啊 所以小孩又有一份 對不對 那你走應該剛好而已 好 安逸你怎麼看 其實我要幫若莉壽司講點話 因為我以前也是他的就是 忠實讀者 那時候他沒有小孩 所以也不能這樣講 他紅很久了 你知道嗎 他以前就那個房子 差不多不是靠小孩 可能就一根柱子這樣 他以前是寫那種日本什麼 因為他是到日本去生活 所以他文筆很好 很幽默 然後又介紹很多日本的事情這樣 所以那時候很喜歡 就看他寫著 對 不過我覺得 以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其實他老公的做法也沒錯 因為我們都知道親子 雙方衝突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 其實是先離開現場 就是因為你知道暴怒的媽媽 跟一個暴怒的小孩 坦白講 在這個時候 你不論多麼的理智 講道理 大概都沒有用 對 所以最好就是離開現場 那至於是誰離開現場 這就有一點爭議 那我覺得他爸爸 就是叫岳父來把 洛伊斯會帶出去 其實也不錯 然後回娘家嘛 算算心 或者是爸爸 把小孩 這時候 我覺得讓太太先離開 帶他大人嘛 對啊 你如果跟一個青少年 你叫我滾 我跟你講 你這事情就大了 對 沒錯 對 所以其實媽媽離開現場 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或者是爸爸 如果當時貼心一點的話 爸爸把小孩帶出去 繞一繞也是可以的 對 總之就是兩人 不要在當下起衝突 其實比較是不好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洛伊斯會 應該是抱怨 就是一個抱怨文這樣 我記得 因為臺灣的房子很密集 然後在巷子 有看 有聽到母子在吵架 那個兒子應該是國中 國中比較叛逆了 對 先生也在旁邊 另外還有一個妹妹在旁邊 然後那個吵架 那個媽媽就說 你不聽我的 我跟你講 我以後財產都不留給你 這招有用 我就在想說 國中的小孩 真的會知道他的財產 留不留給我 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感覺不到 感覺不到 然後媽媽就用這個 一直威脅他 這樣子 其實在就是母子衝突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外人介入 其實是對的 你知道我們家社區 以前也有一個 就是那個先生長期不在家 家裡就是一個媽媽 跟一個有雅思的孩子在一塊 然後每次到了晚上 大概十一二點的時候 那個媽媽就大抓狂 然後可以吼到全社區 又聽到 我有一次就是忍不住 我就去按了門鈴 可是你知道嗎 按門鈴是有效的 因為讓他知道他不是處在自己一個人的環境當中 有別人在關照這件事情 他馬上情緒會降下來 所以多管閒事的鄰居很重要 OK 好 不過有時候大人很容易威脅小孩 對 家裡的你不聽給我滾 要不然就是零用錢不乖 我就不給你 錢我賺的 花錢 讓你學東西 你學到這是什麼 什麼樣 然後反正就用錢來威脅 什麼都要聽我的 請教一家王醫師 這樣好不好 當然不好 因為我們在講一個很 醫副理論 常常講的一個實驗 那個Bobby他做 拿橫顎口去做實驗 然後那個小猴子給他兩個媽媽 那個一個是鋼絲做的 然後上面有奶瓶 另外一個是絨布的 很溫暖 那很多人都知道這個實驗 那最後這個小孩 這些小猴子長大的過程中 雖然他還是要趴在那個冰冷的 那個鋼絲媽媽上面吸奶 可是當他遇到威脅 遇到可怕的事情的時候 他還是會回到那個絨布 溫暖的那個媽媽身上 去跟他磨蹭 也就是說 醫副理論 他是要證明說 對小孩子而言 沒錯 這個麵包很重要 可是那種看起來 沒有實質幫助的 單純只是溫暖 對孩子的成長而言 其實他的重要性可能更高 那後來這個小猴子 在長大過程中 只要遇到那種陌生的環境 那遇到那種害怕的東西的時候 他還是會衝回來到 那個絨布媽媽的身上 磨蹭一下子 他才敢出來去外面 繼續去探險 只要遇到挫折的時候 都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那個親子教育的過程中 拿麵包去威脅這個小孩子 其實不是一個很聰明的方式 因為你等於剝奪掉這種小孩子 對你的那種情感上面的依附 小孩子他必須要去相信說 不管這個世界變成怎麼樣子 那至少爸爸媽媽 或一個家庭是可以接納我的 或者有一個溫暖的地方 可以讓我像那個小猴子這樣子 遇到害怕的事情的時候 衝回去可以摩摩撐撐 可以抱一抱這樣子 那我們用什麼東西來威脅他 既然錢不能威脅 為什麼一定要用威脅的方式 其實你要去導引小孩子 那個行為的時候 你去分析小孩子 在這個每一個行為上的那一種 他所想要獲得的東西 比如像剛才那個酪梨壽司的故事 我就覺得這小孩子還蠻有猜的 蠻聰明的 講真的 他有 因為當然聽到法拉王講攻擊的時候 我想說哇塞 小孩子是拿刀拿槍 還是拿棍子 沒想到他拿汗水 是 是 所以他蠻瞭解 他媽媽討厭什麼東西 他動的東西全都不是真的 實際上具有攻擊性的事情 可是他能夠擄到 讓你覺得很痛苦 仔細知道我們在講說 如果真的你不得不要去懲罰 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都不贊成拿棍子 拿棒子去打 很多爸爸媽媽媽在教導小孩子的時候 然後常常會問說 那我要怎麼懲罰他 光是聽到這個故事 我就覺得這個小孩子長大之後 搞不好可以變成一個不錯的親子教養官 專家 他光是瞭解對方的需求 然後瞭解對方的那個性格上 或者是情緒上的弱點 用這個方式去盧他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讓對方覺得受不了 這樣子 那整件事情是這樣啦 有時候我們一件措施 他在行為上的那個動機 跟你的詮釋 會影響到你對他的感受 像路易斯壽司這個事情 網友的恭敬 其實就太過順著 酪梨壽司的這種思緒去做衍生 因為路易斯壽司 他開始把這件事情當成一種懲罰 也就是說做錯的事情 做錯事情的人才要離開家 那這是房子是我的 我為什麼要離開 而不是他 其實剛才就像安憶講的 他的先生想的 也許就是說 當雙方都在情緒上面的時候 我們先把他隔離開來 那隔離開來的時候 我採取的是一個對雙方都最方便的措施 沒有誰對跟誰錯的問題 可是路易斯壽司 把他解釋成說 我做錯了嗎 錯的是他 他為什麼不是錯的人離開 那當攻擊他的時候 把他導引成說 這房子搞不好不是只有你的 你的小孩子有一份的時候 就已經陷入了那個邏輯底下 那就怎麼講都講不清 因為這件事情不是在講對錯 而是說兩方都在氣頭上的時候 我先把你們隔開 讓你們情緒下來之後 我們再來好好的商量說 整件事情該怎麼解決 這才是比較正確的親子教的方式 因為如果現在說房子是 酪梨壽司的 所以兒子錯 如果兒子要出去的話 那有一天就會變成兒子買了房子 你住進來了 媽媽你做錯了 房子誰的 不能用這種邏輯 那孩子都說不聽 沒要怎麼辦 有時候這個講不聽 其實我是不曉得說 小孩子講不聽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去分 如果以精神科角度來講的話 第一個如果小孩子 他是有某種生病的狀態 比如說有一些過冬症的小孩子 然後有些自閉症的小孩子 他不太能夠講道理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是需要專家的協助 甚至去一些特教的專家幫忙去分析他的原因 然後找到比較少 如果是很正常的小孩子的話 原則上要去設定一個好的界線 然後不要被情緒所操控 對 而且你不要跟他槓上 沒有用 其實媽媽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三步驟 第一個就是先離開現場 處理情緒 不要處理行為 當雙方怒火降下來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理跟約法三章 然後最後就是確實執行 其實你如果能夠按照這三個步驟做的話 大部分的孩子都可以 就是在約法三章 然後確實執行的狀態下 他能夠做到所謂的界線 但是你不能在他 在那邊蠻橫無理的時候 跟他講到你沒有用 你要在事後 我們要坐下來的時候 再慢慢跟他講 講完之後要說 最好的方法 其實就是讓他得到一個自己的後果 對 比如說他每次都不收玩具 怎麼講都講不聽 對不對 那很簡單 這個玩具下次是不是就不能玩 這個就是一個自然合理的後果 或者是他不遵守規矩 好 不按遲 上床睡覺 那你隔天早上會起不來 那所以你就必須更早上床 這就是一個自然合理的後果 黃醫師在請教 我剛好說 我聽到那個行李媽媽告訴你 你如果不聽我的話 後面的財產都不會給你 你一千五年就不用想拿 那個小孩聽懂嗎 小孩是應該會聽得懂 但是這種東西對他來說 你就像是拿那個麵包 去威脅他一樣 短時間會有用 可是背後產生的那一種 恨或者是對於這種親子上面關係的 不 會恨 會傷害 會記仇 有時候那種那種負面的感受 會延續一輩子 很多遇到那種長大成人的人 他的親子關係還是 就是跟他媽媽的關係還是不好 甚至延伸到他跟其他人的親密關係 都很容易產生的一些 所以一輩子都不要用財產威脅 不要用這種東西去別威脅他 這真的是不太有用的方式 任何親密關係都不要用財物 用物質東西去做威脅 任何親密關係都不要用財物威脅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